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民主黨他們再搞一些晚宴 結果是沒什麼人氣 雖然有人 但人氣好像有點缺乏 之後有些傳媒發現 他們有些核心人物 竟然間還有保留回鄉證 難道他們都想北上消費? 大禍我們國家的經濟? 是否呢 我們待會一起去看看 然後有一間本地的連鎖集團連鎖快餐店 叫做大快活 他就率先宣佈在今個月的22日 那個叫做禁掃交餐具的條例實施之後 他就說停派交餐具 變相說要加兩元 就賣一些不鏽鋼的餐具出來 當然加兩元去有這些不鏽鋼的餐具 其實你都可以說是划算的 但是這樣真的會環保一點? 可能未必的 到底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待會都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至於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民主黨在昨天晚上清明節的時候 聚首一堂 不知道他拜完哪個山呢 不 剛好而已 隨便吧 喜酒也好 解胃酒也好 都是吃飯而已 清明節就叫做搞了個晚宴 所以說真的 你清明搞這些事 你沒什麼人去出現在 我覺得都可以理解的 出現的人士就真的不是很多 雖然有些人就在說 哎呀 老少也聚首一堂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聚首呢 好像原來不是很是 其實這個民主黨 他們在2022至2023年度 其實都多次嘗試去搞一些籌款晚宴 最終都是黑仔 場地有問題 或者一些臨時的事情 他們就取消了他們民主黨的晚宴 到昨天他們就說 終於都可以在清明節那裡 順利舉行這些晚宴 說一眾黨友就齊齊聚餐 但是原來民主黨都只剩下多少呢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5 34 原來整個黨都只剩下三十多人 原來整個黨都只剩下三十多人 原來有這麼多的 有這麼多人的 這麼少還可不可以當黨呢 說真的 這件事怎麼會爆發出來呢 原來就是民主黨的前主席 劉慧卿在昨天晚上清明的時候 就貼了一張照片出來 就說他跟民主黨黨友 清明的時候共進晚餐 那些記者就說 在照片裡看得到 地點應該是一間酒樓 或者酒店的中菜廳 似是 那是哪一道 暫時不得而知 出席的吃清明餐的人 就有他們的黨員 他們黨員的組合是很誇世代的 很明顯那些都還要是他們的忠實粉絲 有什麼人呢 有李明華 有人形容元老級的一些黨員 還有楊森前主席 還有現任主席羅健熙 現任主席一定出現 還有他們的中央委員莊榮輝 還有他們前立法會議員黃碧雲 還有前區議員紀健的朱子諾 葉子傑、王麗常、黎希臨等等 這個叫做民主黨 其實他們早在2022年計劃在7月份 打算在尖沙咀帝國中心的Cup 1 維港黃煙舉行一個籌款晚煙 不過當時 我當時也形容他們 是一些不祥物理的民主黨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臨去開席 去吃飯之前的一兩天 他們那裏有確診個案 要關閉清潔 未能提供場地 克制 然後 另一個 好像是2023年的 2月21日 他們打算在葵方的名門 現客的酒樓 就搞這個村名 但是 那個酒樓 就突然之間 又有一個問題 爆煤氣 當日下午爆煤氣 就沒辦法提供場地 東西都煮不到 沒辦法 然後羅健熙早前 他也透露 在2023年8月初 曾經向香港有近60間食股 發出邀請 就想著 誰做我生意 可以不可以 誰有空 這些日子 結果 他說有十幾間 超過十間 願意接客 而且談及到很多不同會議的細節 宴會的細節 各方面的事情 不過 他說 不幸的是什麼呢 經常去到臨晚宴的日子 都有不同的原因 就是取消了他們的晚宴 到當時的9月4日 這個民主黨原本在九龍倉集團旗下 尖沙咀馬可伯羅香港酒店 舉行的一個籌款晚宴 他當時想著最少延開15席 但是 都最終因為場地的問題 而改裝晚宴去到啟德郵輪碼頭舉行 最終 這個舉行的時候 就有超強颱風蘇拉過來 OK 所以就要取消了 沒辦法了 OK 又改日子等等 改期 接著就是 在萬宴舉行前1日9月3日 再收到一些通知 就說宴會廳 因為蘇拉的來臨打風 玻璃有裂痕 要維修暫停營業 這次他們這個聚會 就是他們私人性質的小範圍聚會 我想他們都傾盡全力 看看有多少民主黨人過來 30多個 其實他們去年7月6日 都搞過一些自己黨內的飯局 吃下東西 沒有籌款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純粹洗錢 天都會給的 但是如果不是花錢的話 如果是要籌錢 可能連天都不太想籌錢 這些是天意 OK 接著就其中一個新人物 黃碧雲 原來他還有回鄉政 真的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他早前復活節隔 他說留港消費震興經濟 他有留言 OK 對 對 然後 然後呢 有些人就問了 挑機機 蛤 留港消費 甚麼你有回鄉政的嗎 甚麼你有回鄉卡的嗎 他說有 原來他作回鄉政的嗎 他是不是想 即是 北上消費帶動經濟呢 只不過 現在暫時留港消費這樣呢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但原來他們還有回鄉政的 OK 不出奇 很多黃絲黑暴都有回鄉政 而且還要自動送中 反送中那班 竟然現在送中是送到最密的 告訴你 OK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留言告訴我 第二件事 留港消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為甚麼呢 因為政府的管制即棄交餐具 計劃會在4月22日實施 很多市民都對這個計劃一知半解 甚至乎有點不滿 有一個連鎖快餐店集團 叫做大快活 宣佈為了響應環保 在4月22日當日 他就停止派發這個 即用即器的塑膠餐具 沒有交餐具用 那顧客怎樣 他說外賣顧客可以自備餐具 或者給1至2元 去加購這個餐具包 那有甚麼餐具包可以選擇 大快活他們就說 他們會提供的餐具包有兩款 第一款 就是由竹章做的竹章筋和竹筷子組合的 中式餐具包 還有就是木刀竹章筋和木叉 組成的西式餐具包 兩款餐具包都有一張紙巾 售價就是港幣一大元 另外還有第二個餐具包 就是買兩元雞的 就是有不鏽鋼刀、筋和叉的 不鏽鋼環保餐具包 不知道大家到時叫外賣的時候 會不會加錢去買這些餐具包 或者如果大家外出吃飯 甚至乎是南嶺階層 你們會怎樣處理這件事 都是有些要想一想 當然有不少網民 對兩元一份的不鏽鋼餐具包 覺得有些興趣的東西 甚至乎有網民說 兩元竟然可以買到不鏽鋼餐具 那我也買兩元一份不鏽鋼餐具 也好 因為竹、木、那些餐具完全不實用 而且你用竹、刀叉 你和沒有叉用分別不大 另一間連鎖快餐店 大家樂也提早在下星期二 16日就停止派發這些積氣餐具 他說當日起每份非塑膠外賣餐具 就會賣一元雞 說真的 如果不派交餐具 轉到去賣非積氣餐具 或者所謂比較環保的積氣餐具 是不是真的環保一點呢 轉用兩元去買一個不鏽鋼餐具 又是不是真的環保了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件事還未有定論 希望政府在未來日子裏面 有些數據告訴我們 到底這件事是可以還是不行 因為瑞典那邊還是瑞士那邊 不太記得了 他們有些數據出來了 最終現在他們是被人用一些膠袋 就不敢交代 不收什麼膠袋費等等 令政策有所調整 當然為環保出分力 其實就是我們作為地球人類裏面 應該要做的事 但是我們都要確保一件事就是 這個政策最終 實施了出來 成效到底是怎樣 是不是真的有助於環保 還是無助於環保 這件事我們都需要知道 環保處回應就是 管制即興塑膠餐具 即興塑膠餐具 這一個新的法例 就要求食肆在堂食和外賣走路 一如既往 食肆還是可以向客人免費提供 這個可重用的餐具 或者是非塑膠的即興餐具 雖然是這樣 但是政府就鼓勵食客自備餐具 免得拿了那些即興餐具 希望環保從源頭減費開始 而根據大約50間本地和內地餐具供應商的資料顯示 非塑膠 例如紙和軟木等等的飲館 攪拌棒 刀叉等等 匙羹和碟的價錢 基本上和一般的餐具是差不多 但是那些紙飲館可不可以不要再製造 內地有些可降解飲館 有些環保飲館等 你紙飲館放下去 它不可以 搞不定 我喝東西喝得慢 我繼續說 舉例如說是甚麼 膠刀叉匙羹和木刀叉匙羹平均起 每件只是相差四仙而已 而非塑膠的攪拌棒 價錢和塑膠的攪拌棒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即是說一套餐具的價錢 就不會超過兩毫子 但如果 如果一間餐廳 例如這些 叫做連鎖式 受歡迎連鎖式的集團 化餐店 一天你可能做幾千至上萬單的生意 那你的價錢就不是這樣計 價錢相差不超過兩毫子 十件是兩元 一百件是二十元 一千件是二百 一萬件是二千 每日的成本可能上千元 十日是一萬 三十日是三萬 起碼 那它有這麼多間店 那它的成本 又如何去計算呢 這件事也是一個營商的問題 而這個積氣塑膠管制 就在4月22日實施 政府就說有六個月的適應期 就會和環保署集中宣傳教育等等 先行期之後 政府就說依然會以教育為主 配合風險為本的執法 針對黑點 呂勸不改的話 就會有行動執法 但是這件事 對於經濟有沒有一些損害呢 我暫時都答不到 要時間我們才可以看到 效果是怎樣 不止打過一點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你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文傑 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